近日据警方透露,首尔江南警察署8日已违反跟踪骚扰处罚法及侵入住宅等嫌疑,对涉嫌跟踪骚扰金泰亨的20多岁女性,该女子进行了不拘留移送。 据悉,该女粉丝多次深夜爬窗入侵金泰亨的住宅,令金泰亨及其家人感到非常恐慌。 最终金泰亨无奈报案,尽管金泰亨多次尝试与该女粉丝沟通,希望她能够理智追星,但最终仍无果,选择了报警。 据了解,该女子嫌于10月26日晚上6点30分左右,进入金泰亨家电梯间并且交谈,进行传达结婚登记书等多项跟踪骚扰行为。 案发时,该女子在金泰亨住宅前等待多时,等车进入公寓停车场后立刻尾随。 该女子案发后立即逃逸,警方接到保安报案电话后,根据结婚申请表上的个人信息得以确认身份。 此人过去也有跟踪金泰亨的前科,警方将持续调查此次犯罪具体情况。 这起事件也不明显。